首批三十萬劑的大陸國藥疫苗 日前抵達秘魯 二月八號才開始問 前線醫護人員展開接種計畫 卻傳出外交部長阿斯特 早在一月二十二號 就提前施打 引發民怨 阿斯特表示自己犯下了嚴重錯誤 已向總統請辭 秘魯陸續傳出有政府官員 搶先施打 前總統 比斯卡拉更誇張 他和太太在去年十月 疫苗計畫都還沒有正式上路前 就已經提前施打 因為這件事在那時候 去年十一月因為貪毒 遭到國會罷罰的 比斯卡拉辯稱 自己並未插隊 而是疫苗試驗的志願者 但這項說法卻遭到了 負責單位打臉 直指比斯卡拉夫婦 根本就不在一萬兩千名 志願者的名單當中 當時被控隱匿訊息的 衛生部長馬澤蒂 也率先在十二號遞交辭程 滅入疫情嚴重 確診數超過了一百二十三萬例 四萬三千人死亡 疫情導致了醫院嚴重飽和 一床難求 急救氧氣瓶供應短缺 民眾不知何時才能夠接種疫苗 政府高官卻享有特權 提前偷打 也讓大眾無法接受 記得我們消息不到